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又到座报时间 我们来看1月22号到28号这一周星象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1月下旬蛮关键的 第一个是星期二1月23号金星进摩羯座 当我们水星啦太阳啦火星都经过了摩羯之后 金星最后才进来 太阳正好离开 那简单讲就是你有没有务实呢 你有没有爱惜羽毛呢 你有没有克制自己的行为呢 没有做出什么不当的举措 如果你有很务实的 然后也有可行性的去执行一些事 那么现在金星进摩羯就会让你得到了好的结果 所以你是刻苦耐劳的人吗 你是不着急慢慢来的人吗 如果是金星摩羯会给你奖励哦 好那金星摩羯当然也会对摩羯座的人产生一些影响 然后比如说摩羯身上本身就是比较愿意吃苦的嘛 那你吃苦所得到的后果或结果就会出现呢 能够奖励你 那再来就是1月27号礼拜六的时候天王星顺行 老实说天王星顺行这件事呢 他是不可小看的哟 因为天王星在顺逆之间他所带来的都是逆转的能量 逆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本你看好的忽然间居然出问题了 或你不看好的居然逆势上扬等等 这就是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我们最近周遭应该有开始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事情发生了 那与其说怎么会这样 不如好好的观察什么是逆转 尤其是我们要进入水平时代 所以这颗天王星特别重要 他在哪里告诉你 事情也可以这样做哟 这样做居然也能成功哦 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剧情值得观察 那并且在这一周有几个项位也值得重视 就是火星跟天王星有三分项 火天三分项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 比如说行为出格 不按牌理出牌的人 可能会闹事 或制造一些纷乱在这个社会上 并且他也是有点羞怕电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 家里如果电器老旧 电线老旧都要小心一下哦 因为这也是代表 有时候意外就发生在一瞬之间 并且是火能量的意外 那另外也有金星跟木星的三分项 金星跟木星的三分项都在图像星座 所以他一定也会彰显出 你有没有节制的一个好结果 比如说你有节食你就会瘦 你有养生你身体就开始好起来 然后你有早睡 你的精神就开始神采奕奕 所以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一周也值得观察 好我们来看对格别星座的影响 第一梯队就是赞的啦 赞的有天平天蝎射手跟水瓶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其实最近生活或工作上都有新的局面展开 都是蛮出乎我们意料的 也跟海外的可能性有关 所以如果天平座有接到的话 应该发展的很不错 那在感情上来说呢 有认识新朋友的机会 所以对于没有对象或未婚的人是特别友善的 那你也能够用新的风貌吸引到新的人哦 那另外一个呢是天蝎座 天蝎座的朋友在事业工作上呢 最近在处理很多重要的细节 那些细节调整好事情就会好很多 所以可以用心的在这个部分 那在感情上面呢 你有一点筋哦 你的筋有时候就是高冷啦 可能让你更有行情 也可能让这件事情就平淡下来了 看你的选择 那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庆座的朋友贵人运相当的好 那这些贵人是属于啦 就是疼惜你的 然后也很有智慧的长者 或者是高层 那他们也很愿意把经验传承给你 或给你一个方便法门 那在感情上来说呢 多体谅对方 或者是用一种比较温柔的心态来看待 会对你们的感情比较帮助 这时候不是说道理的时候哦 那另一个呢是 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遇到 要你大力出奇迹的时候 就是事情可能是需要推动的 那唯有你能够做出推动哦 所以水瓶座辛苦了 可是是有效果的哦 也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 那在感情上呢 则是比较难搞定啦 那你就让别人搞定你呀 那我们来看第二梯队 吻的有谁呢 巨蟹 狮子 处女 跟双鱼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你蛮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哦 那这一点呢 就在大家茫然无措的时候 你显得特别清楚或清晰 那你也不会因此而心情低落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朝你的目标前进 那在感情上面呢 你也是比较有主见的那一个 所以感情好坏 完全看你的心情哦 那另一个呢 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有钱财运耶 那就看你要不要咯 那当然有可能需要冒一点险 可是基本上是稳的啦 基本上是一定可行性很高的 所以可以接受看看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最近也有买到不错东西的运势 所以用来购物还不错呦 那在感情方面呢 感情是蛮稳定的 那跟对方之间的关系 也让你觉得很好 就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 让你很安心 那另一个呢 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事业工作上 比较容易被牵制 那当然以你稳定的程度呢 你应该反过来影响对方 而不是你被他牵引 所以不要当烂好人 是你要明明白白的 该同意同意 该拒绝拒绝哦 那在感情方面呢 则是可以主动一点哦 因为最近遇到的这个人 或者是你们的关系 有确定下来的机会 或他其实蛮好的 对你蛮好的 那我们就拿出诚意来吧 那另一个呢 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最近的事业工作上 就是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哦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 一个人势单力薄 找到帮手 马上就可以反败为胜 逆转胜哦 那在感情方面呢 有朋友变情人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擦枪走火 是有可能上演的 那第三梯队就是累的 累的有母羊 金牛双子跟摩羯座了 母羊星座的朋友 累在你想很多 你有自我攻击的倾向 比如说你对最近的表现 不是很满意 然后晚上睡不好 或者的确有很多事情 让你很烦恼啦 那你就把它带到梦里去了 所以可以的话 重视一下睡眠 对你的事业反而是有帮助的哦 好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是属于想很多 却没有解决的 你有逃避的倾向 这样就不好了 试着去解决 就以免夜长梦多 那再来就是金牛座 金牛星座累在哦 有很多上面的事情 是要担待的要忍让的 也许是老板 也许是父母亲 也许是所谓的前辈 老一辈等等 而且他们是很固执的 这尤其让你心很累哦 我不觉得这个是永远的一个情况啦 但是你不要去硬封硬就好 好那再来就是感情方面 你也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不能让步 对方有没有踩到你的底线呢 你很介意 好再来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就是在协商过程当中 你进我退的次数实在太多了 对方变数很多 你也是蛮忙碌的 蛮愿意配合的 所以你也把自己搞得很辛苦 所以如果对方太离谱的话 你要你要拉出防护线 保护自己一下哦 那在感情方面呢 也有彼此协调的问题 或你会觉得不是很公平 不管是对方对你不够好 还是你的付出没有回收等等 好那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事业方面呢 你为了追求你的理想跟梦想是辛苦了一点 但是我们说你照理说不是很务实吗 对你很务实 所以你更要坚持住你要的方向 所以这也是最近工作上遇到比较多的考验吧 加油了 其实在考验你的弹性哦 你要有弹性一点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对于短视尽力的眼光短浅的类型 你相当的不能忍耐 这个事实的分道扬镳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看看好不好 ис的 好 这样 了 切